大众图王的质量到底怎么样 性能可不可靠 很多朋友想买一款20多万的合资大型SUV 那肯定图王是绕不开的一台车 而且这个车销量特别的高 尽管这个车上市有这么多年了 但是它的销量依旧能保持到每个月两三千台 甚至更高 对于这个成绩来说已经是非常优秀了 那么大众图王它到底有什么吸引力呢 能让这么多人去买它 老许作为一个修理工 咱们也来给大家探讨一下图王这个车到底好不好 首先咱们来看一下图王它这个前脸 我觉得还是比较霸气的 特别敦厚宽大 符合很多人的审美 而且像很多现在跑工地的一些小老板 他们就喜欢这种特别霸气的车 而且价格也不贵 像现在24款的380的四驱豪华版 落地也才27万多不到28万了 非常便宜了已经 相比以前来说这个车都要30多万的 这个是19款的380的四驱 当时落地应该是要367的 现在便宜了足足10万块了 很多人选这个图王啊 我觉得应该就是空间大 讲实话这个车空间是真的大 7座的 然后你要一家5口7口出去玩 随便都够用了 而且还不会很挤 这个车的一大卖点 其实就是空间大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油耗比较低 虽然说这个车看着大 实际上它油耗还真不高 基本上你跑个高速可能就是8、9个油 然后你在市区里面跑 就是12、3个油 打开机盖看一下 它的发动机确实看着太小了 不过它有2.5TV6的 那个发动机看着就挺大的 这个2.0T的搁在这个机舱里面 确实显小 但是也不至于说什么机舱里面 能睡个人 睡个小孩我估计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本身它的 这个车子的平台 它就不是大型车的平台 而且它是一个 本质的发动机 虽然说它是四轮驱动 但是它是横置发动机 这个构造 高级感要稍微差一点 但是这个好一点的是 把车里面的空间让出来了 这是有好处就有坏处啊 然后这个车9万公里啊 坏了这个电瓶 这个电瓶是去年给它换的 这个电瓶稍微有点贵啊 而且安数有点大 启停电瓶 这个电瓶很正常啊 很多车都要换的 然后发动机这边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听一下 它的发动机的声音 基本上是正常的 很多人说 大众车要烧机油啊 这个 目前来说 它这个发动机 是没有烧机油的 因为这个车都是我在保养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发动机 没有什么明显的漏油漏水 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个思维 就是说 大众的发动机容易烧机油 其实都是老黄利了啊 只要你正常保养维修 一般来说 跑个十来万公里 是没有问题的 给大家听听 它的音响效果怎么样 我觉得大众车是 音响做的是真的可以 音响效果怎么样 感觉还不错吧 这个音响 大家别看啊 这个车特别大 但是提速呢 一点也不差啊 发动机看着响 车身看着大 有点那种小马拉大车的感觉 但是好像放在这个车上 并不是那么的差 没有开过的朋友呢 他肯定会觉得啊 你这个2.0T 拉这么大个车 怎么会有力呢 但是 大家去试一下就知道啊 这个车 动力还真不弱 来试试它的加速能力怎么样 一脚油门到底 还是不差的啊 一点也不差 这么大个车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这一套换挡 逻辑 速度 然后顿挫这些 也都控制得很好 9万公里了 它这个双离合 也没有说提速顿挫呀 那些问题 我觉得还是很优秀的 所以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一个产品 它能持续这么多年卖的这么好 还是有它的原因的 咱们来看看它的底盘用料怎么样 这个排气啊 它是双出排气 然后这个车是四驱的 但是呢 它不是一个全十四驱 它是一个十十四驱 然后这是它的后悬架 看着是特别单薄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车体防锈防腐 做的还是不错的 有很多这个涂层 基本上开个十来年 它也不会生锈 就是它这个后悬架 看着稍微有点单薄 这个独立悬架 然后这些支币啊 这些看着不是那么结实 这是它的后差速器 以及它的四驱系统 它是一个多片式离合的一个四驱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这个是它的液压泵 来控制这个离合器的结合 如果说时间长了的话 这一套坏了 修起来是特别贵的 所以说我觉得 没有必要上四驱 就可以不用去硬上四驱 再往前面看 这边是它的油箱 它这个油箱特别大 我估计能装个七八十升油 太大了 再往前面看 是它的这个排气管 它隔热这些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这边是它的前悬架 下支币呢 是铸铁的 看着还是比较结实 只是说它用的是一个传统的麦夫逊悬架 并没有用很多车所采用的什么双叉币的 因为这个车的平台 它本身就是一个 那个MQB平台的 它并不是那种大型车的平台 并不是那种什么奥迪Q7啊 Q5的平台 好朋友们你们觉得图王这个车质量怎么样啊 反正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毕竟9万公里了没有找到什么明显的问题 而且开起来底盘这些也都比较好 空调效果这些也很好 我比较喜欢的就是这个车空间大 像我一家人现在有六口人了 我要是买个五座车的话就小了 买个七座车六座车就差不多合适 如果说我要买个二手车的话 我应该也会买个像图王这种 就是空间大一点的 其实我对于现在来说 我对操控这些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了 我要的是一个空间大一点的 然后开着不累的 视线好一点的 那么图王这个车 我觉得还是符合我个人的一个要求的 那么你们觉得图王这个车怎么样呢 可以在评论区下面留言 感谢您nova 感谢观看